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软件开发量非常大 在这个地方会去突破一些传统汽车制造的流程 我们引入了双方团队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分歧点和冲突是非常大的 跟A-DAS那边在讨论 你可以把这个场景拿出大链行李吗 别交流了 花要定下来 我解决不了 我解决不了 咱们Ti2现在是1508强 然后是还有四四项没关 超期的总共今天是三项 大家都先说一下吧 我看那个碰撞警示音就是静止时候把碰撞警示音关了 这个已经给华为提完需求了 这边第七个吗 对 你这个你现在还没提是吧 只是说了要提这个需求 跟A-DAS那边在讨论 华为说这个不算问题 这个属于需求 然后他们说要从需求角度提过去 那个上周咱们提了两个事啊 就是跟那个A-DAS团队 咱们要有一个会来着 约到周三也行 就起码要有个定论 你不能说一会儿需求一会儿bug对不对 他可能不是判断 但是呢就不是个新需求 然后咱们周三组这个会 跟A-DAS把刚才说的这些的问题给我结论 那可以啊 嗯 好吧 嗯 还有一个NV4的 东面 那个后排那个 那这边那个 还在第四那 那么2019年签的时候 其实北七也在走 我们现在的这款A-KFOS 这个平台的整个的开发 现在是2、3对吧 对对对 比3还小呢 也就是3 华为呢 整个的车BO需要有产品落地的一个载体 那双方呢 其实在19年去谈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把我擅长的和华为擅长的要结合起来 就是希望这款车成为一个高性能的高智能的 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的一款好车 H-R 意味着是搭载了我们这个全站华为解决方案的一辆车 坦率的讲大的挑战很多啊 我们以智能驾驶为例 高阶的辅助的辅助智能驾驶软件开发量非常大 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去突破一些传统汽车制造的流程 我们引入了双方团队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风起点和冲突是非常大的 剑拔弩张的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是表述 你的解决方的优劣和我的解决方的优劣 经过双方团队不断地探讨和磨合 通过这种封阶段交付 封批验证这种模式来解决了这个大规模软件开发状态下 我们的功能交付以及流程如何来磨合 工程团队如何去协同 这条线以前是每天都要测 高智能从硬件的表现上其实最明显的是我们使用的三颗激光雷达 我们在摸高的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想要突破 那么突破L2级的这种束缚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有解决方案的 那么最大的需要克服的障碍 就是怎样把感知提高上去 同时把我们的算法提高上去 我现在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今年还是说招呼招呼乱打的事儿 今天晚上是100然后今天节拍怎么办 现在目前还在做节拍的一个层次优化嘛 就是咱们附续生产就是 现在是几个人 现在的话金光雷达封章这块是两个人 然后整条线的这块封章还有四人 在行业内特斯拉就是一个标杆 那么特斯拉解决自动驾驶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采用的还是以智能的摄像 通过图像的这种学习去解决感知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面呢 其实它有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 只有你学会了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小狗 这是一个追捅 那么它才知道这个位置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而我们用激光雷达 其实是能够提高 在瞬间 那么车辆对于那个物体的感知 这是我们能够提高 系统决策和执行 这个安全性一个最有利的保证 这是为什么非常高的一个成本 我们也是去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的一个处众 现在的激光雷达的装配是一个非常大的巨大的挑战 因为全世界量产的激光雷达 而且是含三个激光雷达的很少 首先是它是激光雷达安装的精度要求很高 角度啊姿态啊转向啊都要求很高 另外一个是我们激光是安装在跟前端模块相连的防撞梁上 防撞梁上又有一个安装支架 然后才是激光雷达所以相当于通过四五个界的传递 这个尺寸列上的公差就累积的特别大 所以就很难保证这个安装精度 像我们用的这个标定阶 ADS的标定阶就提供一个作用就是说 去检查我的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这些安装的精度怎么样 安装的角度是不是在可允许的范围内 那如果说他达不到这个精度要求 那他回去调整他那个安装的工装家具 现在就是对这个车整车做一个检测 然后看他符不符合进入ADS标定间的一个标准 我们这个车一直提一个概念 就是硬件的水平比较高 在这个车辆的初始阶段 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定的过程 去把我们的传感器做一遍检查 校准我的传感器 是不是达到了可使用状态的这样一个过程 标定其实还要分行业内惯用的 就是静态标定跟动态标定两种 动态标定其实就是所有的传感器 进行一个学习动态学习的过程 那么这个在工厂内会做其中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部分环节是交付之后 那用户在这个过程里边 他去长线的那个过程 自动泊车辅助以激活 好 你买了这个车 你跟他之间交互交流 带他去北京装胡桃 然后知道他在学习 那这个动态标定其实就告诉你 我学习完成了 然后你对我可以大胆放心的信任 我不是说非常放心 应该说我是非常激动的就赶紧交给他了 交给他之后呢 他也能够实现让我比较放心的一个感受 首先他不像是某些品牌 他自动驾驶就是有点像比较冲 就是保持在车道上 保持你所规定的车速 保持跟前车距离 他就完成任务了 但是他这辆车不是 他似乎能够更多的去预算 他所能够判断到的 每一辆车的那个 提前预判他的行车轨迹的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前面的 他还会根据前面车型所战道的比例 去对自己战道的方位进行调整 这点是我特别佩服的 他真的没让我失望 应该说只能说 你要非让我去找行车 我只能说惊喜一点点 没有失望 公共之仪它是第一梯队的 而且是第一梯队里面 比较靠前的产品 我们是一位第一个公司 在那里想要加分成的 是非常软和强烈的 是非常软和强烈的 Arcvox Alpha S Hi 是唯一的模特上 这种黑色的 总的黑色的黑色 和白色的黑色的黑色 是唯一的 这辆车主书 我们引领了一个棚业的趋势 我们把我们 我们整个行业一些最新技术 能够引入到这个传统汽车制造领域 我理解这一小步仅仅是开始 随着我们不断地迭代 这个车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这般一台车 我们是在整个全国各地 各种道路上去行驶 去验证 那你会解决不了 郭总 我解决不了 好 它把版本回退了 回退到一个正式的装饰版本就解决了 它那个调试版本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这个是正式的版本 其实从我们beta测试 泛化测试这些过程里面 用户的反应还是比较好的 希望是用户更能去接受它 那是我们最终成功的一个标志 要不然就是咱们真的奋战了一天各天的兄弟 都是自己人 现场就把每天早上开晨会的感觉 带出来 就是一个早上的晨会 现在很激动 就像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孩出生了一样激动 在此之前 没有人会想到 量产车上会搭载机电雷达 几乎的每一小步都走 扎实 就是工业的大路 在这个项目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第一次的 它相当于掀起了一个序幕 很多人问过我 你的心情是什么 说实话我怎么想到 它是一样的平静 它既是一个终点 又是一个起点 一个风景有的 对 非常好 只要 коп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